請幫你 三分鐘 請把握時間 臺北市政府在民國95年 對我們廣執周邊 有做過評估 然後說周邊的公共設施 服務水準不佳 可是到民國102年 他又說 道路服務水準 停車需求公共設施可復合 不佳變成可復合 可是事實上環境沒有改變 只有車子增加了 像這樣的評估差很大 容積率從210 調高到400 這幾 都說調就調 這不叫濫權嗎 不然這叫什麼 規劃新建1500戶的公營處長 事先沒有和里長溝通 也沒有和里長溝通 那1500戶是多少 那我用具體的東西告訴你 1500戶 我們林口街80巷 就是社府用地對面那個 我們是100戶 4成樓 那1500除100 是不是15 那也就是說 把15條巷子 蓋在一個大樓 然後放在社府用地裡面 15條巷子 大家想想看 你不要去想1500戶 你想15條巷子 那這樣好像是增加一個禮 對環境衝擊太大 市政府沒有提出任何的配套措施 包括救災 都沒有 那都市計畫變更這樣的出燥 急救章 沒有經過審慎完整的評估 委員們請你們聽聽看 我們是不是下一張 我們是不是應該反對 把這個容積率從211 調高到400 我們也反對 夾帶這個1500戶的公民住宅 下一張 新一路三段四段 大家都知道 這是事實 我沒有騙人 中校東路三段四段 路幅寬度都是40公尺 你們去書書看 最多都是蓋20幾層 福德街有一個新大樓 25公尺 他只能蓋13層 叫封衣大樓 大家都知道 林口街80巷 只有8公尺 可是現在容積率從211 拉到400 他會怎樣 他的樓會長高 所以可能會30層 這樣的建築下來 下一張 都發局帶頭搶容積率 這簡直只有爛權 蓋一大堆住宅 然後說 我是設服用地 我不是住宅 然後就規避這個建築設計施工天 23條40條的規範 那林口街80巷公域 就在廣石園區的北巷 那將來這個建築物產生的陰影 會把這個公域全部團團籠葬 一年四季都看不到太陽 所以我們建築 下一張 我們建築說 下一張 我們建築說 在這個林口街80巷旁邊 規劃一個濾帶 做一個隔離 下一張 那這一次變更這十一筆土地 剛才有官員說 這十一筆土地 是不需要還筆 可是它本來就是 它本來就是同時的開發案 BOT的時候不就是這樣 我有血壓高 請你不要逼我 那應該是政府要停止 切割開發機率的抹斷 來規避環品 這種行為太不應該了 政府帶頭違法 明明是6.5公頃 超過5公頃 怎麼不需要環品 下一張 我馬上好 我馬上好 你不要給你們溝通嗎 你們講話都沒有 超過三分鐘 我已經講很快 你要逼死我 下一張 下一張 一年的2月18號 聯合法律人暴漲 往是國外人 國的律人 有分證 所以官員會 現在律人婚約 都還沒有解除婚約 你現在又開始相親 又要招標 什麼東西 應該從今年 今年 今年 現在廣東 你們看多漂亮 多漂亮 有大樹 對不對 小可笑 是一個人 合奪 這種人 人窮 撤棉 三基里 我沒把它當落下來 我沒有把它當落下來 我擔落下來 現在還要把這裡來 給他們看 太恐怖了 這個暗想 這個區分 這個公園就是我保留下來,我們都以委員回澳、回榮,我們居民反罪把這個公園這樣亂拆 謝謝,我們請大家表達意見真的是精簡好不好,因為很多人,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可能只能拿不到,請下一位,陳碧霞,我們可以交接,把握三分鐘好不好,我們三分鐘一,請 大家好,我是,我不太會講話,但是我是講實話,因為廣時博愛院,沒有說看到地就一直漸漸漸,廣時博愛院是一個斷層,地層不穩的地段,那99年的時候, 博得開發公司在院內,在車廚舊舊建築物的時候,就是靠近大大陸,就是要建三十幾層樓的那個地方,在做那個車廚的舊建築物地上動作的時候,那時候我在家裡,就搖晃得很厲害,建築物搖晃得很厲害,震動得非常厲害,我就去看查,我以為是那個光譽在興建,可是那天他是沒有施工,那我住家又離那邊有一段距離,我是講真的,我很害怕, 就過了馬路,為什麼會搖晃得這麼厲害,因為看不到,然後在說明會的時候,我提出問題,社會局,就是那個,社會局的官員,好像是副局長吧,她就一個女的,她馬上說,沒問題,不是說你沒問題就沒問題, 應該要請第三者信任的資深的地質地震的專家,公布他們的名字,一起來賺個調查,也可以,也可以到現場用挖土去挖一挖,然後到我家裡來 謝謝,謝謝